请收看维新世界 水陆法会义公立人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水陆法会义公立人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三信大德 显示同修 大家好 阿弥陀佛 欢迎收看水陆法会义公立人天 丁酉年公祝王产老祖圣诞千秋水陆大法会 也是我们维新圣教迈入第20年的水陆大法会了 日期就是在国立的4月15日到4月22日 也就是农历的3月19日到3月26日 总共有8天的时间 当然我们还有工厂地基组的超度 连位超度的有很多 可是如果提到我们超度工厂公司 盈利场所以及农地建地的地基组的年位 这真的是非常的殊胜 尤其就是我们邀请地基组来听经文法 领受金宝及金银财博之功德 帮助业者生产线以及营业顺利 并且建设公司要新建房子 或者是建案销售顺利 当然也要来公设地基组 我们地基组的威德力会加持我们事事顺利 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的就是 禅机山新佛寺事务部 张桂岳 张贤士 张贤士你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大家好 我在仙佛寺事务部担任神职人员 我叫张贵月 张师姐 在我们的禅机山仙佛寺事务部 柜台总共有几位 平常有几位的闲士在帮忙 一般在前线的话就是有两位 我跟另外元香讲师两位 在为大众来服务 平常大概都在忙些什么事 平常一般大众打电话来的时候 要简单询问各个部门的电话转接 或者是你刚好家里有遇到一些简单的洞土煞 或者是刚好家里有一点琐碎的事情 那你打电话来 我们都会简单的为你来服务来解答 甚至于帮你找到说你住在台南 那请你去台南道场 那边有法师可以直接就近的来为你服务 所以说光光是我们事务部的柜台闲事师姐 就很不简单 因为他们也必须要跟随着师傅一再的修行精进 要不然有那么多的问题 贵业师姐怎么样去回答这些 您今天来上课的是讲师班吗 还是讲师的培训 今天是准讲师的论文发表 那就是在这一个短暂的时间 我们要把有进入中门之后的 所谓的正道行义用义的过程 然后把它变成文字来发表留存下来这样 是是所以说我们知道有一些问题 其实我们人世间的问题真的很多 像刚刚我们的贵业师姐他也说到了 就是说很多人有一些像因为冲煞到的问题 或是其他奇怪的一些问题 像这些问题你会不会说 因为自己没有办法去解答的时候 会把这个特殊的个案转给师傅 我们会先经由法师 那请当地的法师处理 那法师如果处理之后 后续还有状况的话 那当地的法师也会帮你引荐师傅 甚至于把你的遇到的问题 请师傅来为大众来开示 师傅在上课的时候 他也会讲你现在遇到的这些特殊案例 会广为流传给普罗大众知道说 其实你用你的身来正道 你的过程那老主就会开示 有你遇到的然后师傅来化煞帮你化解 所以这次我们丁永连水路法会已经是迈入第20年了 应该你从现在开始就开始忙了吧对不对 对现在就是大众的报名连位 那我们就要一一的帮你把你的报名总编写下来 然后各个连位的小编号 那现在我们2月2号丁沟 我们的丁沟已经升上去了 我们的藩已经升上去了 那就会造请大连位进来 那如果大家有设大连位的话 请你们先回来先佛寺 亲自来造请接迎你设的大连位 来到先佛寺 我们每天早上10点半会有送天德经 来回向你所设的大连位 为大众来祈福 是这很殊胜 为什么只有大连位这么特殊呢 所谓的大连位就是他比较多比较大 而且有些大连位其实就是 比较愿灵比较居多 那愿灵今天他先进来先佛寺 先每天得到每一部天德经的功德 让他们心也安定下来说 那你某某人设了这个大连位 我可以很安心的先来先佛寺 这边等候水陆法会 3月19号正式开始的时候 那你造请的大连位 就会确实真正的有进入谈诚来听经 要不然你如果说是怨灵的话 他们通常称恨心比较重 他会不愿意过来 那藉由一次再次每天的造请 他就会很心开意解的进来谈诚 接受你的供养是是我们今天就是事务部的詹师姐 他在我们整个水陆法会的时候 他所经手所接的电话或者是这些传真过来的这些报名表 一定有很多自己的希望提醒大家的 所以我们到底这个报名表要怎么来填写 你们会作业上比较方便 我们就从祖先这个连位来讲 你祖先连位填写的时候 通常排位地址就是说你公马甘你的排位放在哪里的地址 比如说那是在南部 那你本身你住在北部 你就要把你报恩人的地址写好 北部的地址 排位地址是南部的地址 你要分开来填写 如果说你排位地址写错了 那你的祖先就不知道说 你的子孙有来请你来听经 他招请不到 意思就是说 如果他们现在年轻人搬出来是住在北部 其实他们的公马都还放在南部 那这个时候就要写南部的地址 这是公马住的地方 排位地址是南部 是 所以以前有人这样写是不如法的 你们会跟他谈吗 所以才会希望大家提早报名 因为你提早报名的时候 我们可以一一的 而且我们比较有经验 会一一的跟你看报名表说 你这里填写不如法 然后你是不是住在北部或住在南部 我们会直接聊天方式 跟你来看这张报名表很轻松 是 但是如果紧罗密鼓了 现在距离法会还有一个半月的时间 那你在后面的一个礼拜报名 第一你的祖先很着急 是 然后你本身就会受祖林的影响 你会很急的要进来 很急的进来 你的字机潦草 你排位地址写错了 然后这些都会受到影响 没办法请你的祖先来听经文法了 是啊 本来是一片的好意 结果呢 因为我们个人的时间耽误太久了 那跟大家呢 挤在一起啦 当然祖先会着急嘛 可能到时候也引起我们心服气躁的问题 不过有个问题我想请问你 现在以前人家都说 嫁出去的女儿像泼出去的水 事实不尽然 因为师父非常的慈悲 还特别呢 请示老祖师尊说 女儿出嫁了以后 但是针对娘家到底要怎么样来报恩 我们在个人的这个亲友的连位 要怎么样来添写会比较如法一点 在这个女性结婚的部分 大家也是对娘家一直也是很感恩 养育之恩 那虽然嫁出去 大家都有那个念头存在说 那我对我的祖先还是要报恩 在这里祖先连位你可以填写 报恩人可以填写哥哥弟弟再填写你 然后排位地址写正确 再来如果你要只针对你的父母报恩 那就写在个人亲友连位 父母的排位地址写清楚 出生年月日往生日都填写好 那只有针对父母报恩的话 就来填写第二项个人亲友往生连位这样子 是所以如果说这些搞不清楚 可以打电话到我们的事务部来询问吗 对就是你打电话来 你传真进来之后五分钟打电话进来 那基本上大家在那个什么某某公的话 这个填写是没问题 就是在那个骂的那个部分 很多学员他们都没有直接把 妈妈冠夫姓的那个骂写上去 我们都会很不好意思问说 请问这个某某人 因为他只有三个字 我们会问说请问这个有没有结婚 他会说他是我妈妈 我说奇怪那你妈妈你就是要填写什么骂 你要填写冠夫姓 要冠上去我们才会知道 要不然我们会问说这个有没有结婚 不好意思 这样子 所以说这妈要搞清楚 所以这个你在我们的事务部 大概几年的时间 今年是第11年 很高兴有师傅给这一个修行的平台 那有机会为大家来短暂的这些服务 非常好 所以丁佑年公主王长老祖圣诞千秋的水路大法会 现在大家应该陆陆续续都在报名了 不过报名的时候 当然你早点报名 如果说真的有问题 或者是你添写的不如法 即使都可以还在改正 万一人多的时候集在一起 真的不想要怎么样去忙碌这些的东西 你们也会被搞成一团 我们就是说在紧罗密鼓的 比如说法会的前一个礼拜 会请很多的法工来帮我们的忙 那每一次的法工是不固定的 在服务上面会打折扣 就是讲的不清楚 也没办法为你很周到的服务 那会有增值 到最后会由我们来帮你服务 了解 然后会打电脑 会校对联位 然后整个流程的话 希望我们自己的显示同修 自己来参与 那你过来事务部的话 不只是当法工 还可以学习到 我们一些法会的实际案例 我们大家在里面服务的师兄师姐都会帮你解答说 那他为什么要设这个联位 设了这个联位对他有什么帮助 那无形中其实我们在全省各地 不管是支会长还是这些法师讲师都有在全省各地为大家服务 那我们自己周遭朋友也因为你来参加法会的法工之后 你知道说好像有这个案例 那你也可以间接的来服务大家 所以说非常的好 那找谁报名呢 如果想要进我们的事务部来参与联位的 这些电脑的作业的时候呢 请你打电话来先佛市事务部 那原子法师会为大家来安排你法工的时间点 电话可以请你报告一下吗 先佛市的电话 049-2724-669 049-2724-669 还有我们知道就是说在雇主关系 其实就是说大家都是一个事业的共同体 但是有一些呢就是说公司的负责人 如果在可能工厂在生产 或者是有一些比较危险的 万一不小心有一些员工往生了 可以公社什么样的联位呢 现在虽然说一例一休了 但是还是之前很热门的过劳时 那突然间你的员工晚上他在你的公司加班 突然间过劳时就猝死在办公室 或者在工厂园区里面 那老板的话你可以说设个人联位 请你这一个员工来借由水路法会的机会来听经文法 那也超度这位员工祝福他往生佛净土 那老板的话就可以得到这个功德力 那你心里也不会有愧疚说 某某人在我这里服务这么久 那我要感恩他对我公司的服务 那借由水路法会社联位 请他来超度这样子 是所以师傅一再开始我们说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懂得知恩感恩报恩 而这个知恩感恩报恩不是只有针对人 或者是针对员工对老板 或者是某些方面的感恩而已 其实人事物我们都要感恩他 那当然我们知道就是说 像这些问题的话 就是大家对我慈悲心 不过我们知道就是说 在我们的公司的联位上面 大概我们报名表里面有哪一些的联位公司 可以请你把报名表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吗 刚刚我们跟主持人已经聊到 祖先个人亲友祖先 那再来的话我们就是会设到 个人累劫冤亲在主这个联位 那我们再来讲到个人亲 累劫冤亲在主这个部分就是说 有些人会说 没有啊我都陷人做好到底呢 陷人没结完收 没完没收 我没完亲这一组 但是你不知道说你累劫来 你跟人家口角上面或者是公事上 有跟人家有争执 那有时候争执 那个人称恨心在你不知道 那累劫来 累积下来的成购也很多了 那借由法会的这个机会 我们设个人累劫冤亲在主这个联位 借机会来对他们一并的来忏悔 是所以说这忏悔很重要 那当然就公设这个个人冤亲在主 我们就是一个双向的沟通就对了 让他们来听经文法 另外呢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在榴莲 沾到白虎洞的时候 法师会说赶快去设个人的冤亲在主联位 这个沾到白虎洞的时候 你可以设一个某某人身上 白虎依附林的冤亲在主 那这个是跟冤亲在主 是两个联位分开的 因为你刚好留联张到说 那你身上有那个白虎洞 那白虎洞的话 你要诵经 要去拜土地公 有水路法会的这个机会 刚好那设这个联位来听经 也藉由这个机会 将你身上白虎依附林 把它安搭好使 这样今年沾到榴莲 你就可以安心的说 我已经有请这个 身上白虎依附林来听经文 我可以比较安心 但是还是要持续的诵经 因为你今年的榴莲 确实是会有雪光之灾 要很小心 是 在我们的维新圣教 玉京大学上课 那当然不止你学习到了 我们的玉京风水庙法之外 我们这个来接法 这个庙法 其实真的是庙法难闻 你进了桌门 就好像进了一个 我们很好的一个宝穴一样 可是呢 你还是必须要修行 你才可以得到这个宝物 那他可以为我们来做很多的加持 不过我们知道 有很多人有说生病 一生病了好久不好 可是有些人呢 没事呢 这边病那边病 这个到底要来攻设什么样的联位 让他可以消灾化解 在这里的话 我们也是设在冤亲在主这边 但是联位会多了两个字 病魔冤亲在主 是 对 针对你如果说有一个病名的话 你就写什么病的 病魔冤亲在主 那你如果觉得说 我只是说 今年就是大小的感冒不好 或者是觉得身体怎么都感冒 或看病不好的时候 那你攻设这个病魔冤亲在主 请他们来听经 那也可以说 让你身体比较健康平顺 所以我们先谈到了这个 个人累劫冤亲在主 你刚刚提到的 如果说是个人累劫的 那我们可以公设冤亲在主 让我们做什么事情 比较顺利呢 还有白虎洞 可能就有血光 这个你还是一样要设 另外呢 就是病魔的冤亲在主 可能你必须要忏悔 才能够消灾化解 这个也是公设个人的累劫 冤亲在主的联位 所以常常在公设联位上面 最容易说 有些人说 哎呀这联位已经设好了 去保背看他有没有来 端做联位的时候 保背到背的原因 都会在哪个地方比较多 在这里的话 就是资料错误 我你写的字太潦草 我们打联位的人 帮你打错了 那第一你字机不清楚 第二有些人 他会把地址说 他人明明就是在国外 可是他就想说 我户籍地就在这里 那你人在国外的话 你的累劫冤亲在主 就是跟着你的身边 你的那个地址 你要写你国外的地址 而不是你户籍的地址 是 这样子就招请不到了 是是是 这点呢 真的是提醒大家 如果有公设个人累劫 冤亲在主 就是必须要 个人当地住的地方 为重是不是 对 还有人说 那我公设联位 在澳洲 在美国 在日本 写的是那个 豆芽菜 或者是所谓的 你们不会念 法师也不会念的字 那这样照请得到吗 绝对可以 法界 佛菩萨 绝对会造影他们过来 没问题 这个时间空间点 一定可以为你招请过来 没问题的 没错 譬如说像现在我们的维新圣教 已经迈向国境化了 就刚刚你说的 有些可能是 要来做超度联位 打了这些英文字一大堆的 我们还是照这样 给他公设上去吗 对 而且 他们回来 拜拜 执圣杯的时候 外国回来的 从来没有抱怨说 我的祖先怎么没有 没有上联位 不可能的 所以 法师他们的造请 佛菩萨 一定会帮你造请过来 所以 不管你是远在 哪个国家 都可以来 公设联位 请你的祖先 冤亲寨主 公司的地基主 过来听经 我们在国外的海外人士 他们还是每年都会来报名 甚至于为了这个法会 每年一定会从澳洲 日本回来 台湾维新圣教 参加水陆法会 可见我们水陆法会 多么的殊胜 今年已经迈向第20年了 那当然 在学习的阶段 进入到现在 已经就是 我们一个最高峰的时期 也就是大家对我们的 维新圣教 尤其是老祖师尊的水陆大法会 大家都知道这个殊胜 所以说 不管是来公设联位的 或者是来 捕捉供养的 其实带有人在 那我们知道 就是说很多人 他就是 一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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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拖拖拖拖 拖到最后 我们已经法会开始了 才来报名了 这时候 是不是有时候 很容易出错 或者是 他马上报名 要等什么时候 他的这些阻灵 才可以供上联位上面去 因为我们接到报名表的时候 还要帮你 编号码 打联位 那还要校对 所以时间点会很紧张 很紧凑 那错误的机会会比较多 所以会希望说 大家尽早报名 免得说 因为工作人员的 一个小差错 让你的祖先 没办法上联位 这样子对我们工作人员来讲 也是一个很大的疏失 也是不可以的 是 所以大家急 那现在呢 虽然说离我们水路法会 从现在算型 大概还有一个多月 不过 现在就希望赶快报名 大家作业 就会比较顺利 如果你填写好了 我们的报名单 报名表 请你传真到 我们禅吉山 先佛寺事务部 传真呢 电话就是 049-2724058 049-2724058 今天呢 我们也接着 访问到我们的 事务部的 张桂岳 张仙士呢 也同时也借这样来宣导 我们水路法会 让大家更清楚 我们水路法会的殊胜哦 今天谢谢我们的詹师姐 来接受访问 谢谢您 感恩 祝福您 阿弥陀佛 同时也感谢收看 水路法会 义功 必人天 水路法会 我们举办呢 就是迈入第20年 主要是 遵随我们老祖师尊 以及师父的慈悲 我们希望可以达到 民养两立 为国修道 为民祈福 孝在化节 天下一家亲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 埖istles尊 何谷 合 plates 若蒜先 副教 三人 一代 穿 潢 祢 开 芦 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